资讯工业测经会花莲慈祭医院与半导体设计公司 科技公司来联手 三十后的上午在花莲慈院 举办了智慧乳癌筛检启动仪式来签订合作约定 乳癌是女性最发生率第一名的癌症 通常我们要诊断说到底是不是有乳癌 我们都会先做超音波 然后做乳房摄影 然后看看这影像上有没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早期的发现早期治疗 其实您不用害怕 治疗的效果都非常好 透过花莲慈祭医院NVIDIA资测会及EBM四方的合作 开发与AI辅助乳房摄影诊断及治疗 从病人与乳色车乳癌筛检 到放射科医师制作诊断报告 花莲慈祭医院三十日正式启动 AI Medical智慧乳癌筛检专案 在经济部技术处支持下 由资讯工业测进会研发AI模型 训练花莲慈苑专属的乳筛模型 并将AI软体整合到乳筛流程 打造从乳筛车到应师办公室 连贯性的智能化病人服务 未来无论在诊监或开路偏向的乳房塞检车 病患检查后当场就能判定是否有不战场组织 准确率达九成左右 协助医师更快速精准的诊断 黄色的部分代表是在乳房上钙化的组织 红色部分是总块发现的位置 我们用红色跟黄色方便放射室或医师 快速的去诊视他所看到的影像 比方说卫生所或者是我们叫做 作为卫教的服务的站点 让这个服务可以代替人直接在当地 配合当地的资源做结合 我们发现异常或者需要判读的对象之后 透过装置跟武区再把资讯回到医院里面来 变成一个整个照护的一个计划 那么其实花池在片箱这边 已经推动了数个我们叫做片箱照护计划了 那未来这些计划呢 会再做一个水平跟垂直的整合 以前就出去以后报告要很久 那现在因为配合NVIDIA 还有吃测费 所以30分钟以内就可以给答案 到底你这个乳房有没有肿瘤 肿瘤 良性 恶性 马上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的乡亲就不用在那边担心好几天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加汇偏乡的部分 记者会上四位代表分别手持印有几方logo拼图 拼贴到对应服务项目 花莲慈苑的病患服务 自测会的人工智慧 伤知器的中枢平台 NVIDIA的核心运算 四则合一 组成以病人为中心的智慧乳癌筛检 表示此合作始终以病人为优先 期望能够带给病患最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共同守护花东妇女的乳房健康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